高血压是现代常见的慢性病之一 许多人一旦开始服用降压药 往往以为只要按时吃药就高枕无忧 然而你是否发现每天准时吃药 血压却还是控制不好 甚至有人无故出现头晕、心悸 严重时诱发心肌梗塞等危险情况 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问题可能出在我们日常饮食上 很多人不知道 有几种看似健康或平常的食物 其实是会抵消药效的 隐形杀手甚至可能让降压药变成加速器 诱发血压剧烈波动和心梗等意外 尤其是排名第一的食物 堪称降血压药的毒药 千万不要大意 今天我们就来深入聊聊 这四种降压药患者一定要忌口的食物 了解他们危险的作用机制 以及背后不为人知的科学真相 一、柚子与葡萄柚 降压药的天难天敌 提到降压药的禁忌食物 防守非柚子莫属 很多人喜欢在早餐后喝一杯新鲜的柚子汁 或葡萄柚子 觉得这样补充维生素又养生 然而对服用降血压药的人来说 柚子简直就是降压药的天然天敌 医生甚至警告 吃了降压药就别再碰柚子 为什么一颗小小的柚子危险如此之大呢 原来柚子包括葡萄柚中含有一类特殊的活性物质 例如柠檬苦素和夫男香豆素等 这些物质会干扰肝脏中分解药物的关键酶 特别是负责代谢许多药物的细胞色素 P4503A4酶 通俗来说 P450酶就像肝脏里的清洁工 会把药物逐渐分解 代谢有的时候还会将吃进去的药转换成有效形式 但柚子成分会让这个清洁工打瞌睡 大幅降低它的活性 这会带来两种截然不同 但都很危险的后果 情况一 药效过强 低血压危机 许多降压药需要靠肝酶来慢慢灭活分解 一旦酶被柚子抑制 药物在体内分解减少 等于无形中加大了剂量 有研究发现 同服柚子汁会让部分药物的血中浓度 暴增到原本的十数倍 想象一下 本来吃一颗药降压 却因为一杯柚子汁的作用 相当于吃了五颗十颗药的效果 血压会骤降到危险水平 轻则头晕眼花 心慌无力 重则可能出现休克 而当血压过低 心脏供血不足 也可能诱发心肌梗塞或猝死等严重后果 情况二 药效削弱 高血压失控 有些降压药本身是需要经肝脏激活后 才能发挥作用的前提药 如果你服用的正是这类药物 又只会让肝酶偷懒 结果药物无法被激活 反而疗效大打折扣 这时你可能以为自己吃了药 却压根没起作用 导致血压居高不下甚至飙升 高血压猛然失控 对心脏和血管造成极大压力 中风或心梗的风险也随之升高 更可怕的是 柚子的影响并非短暂 研究显示 吃下柚子或喝葡萄柚之后 它对酶的抑制作用可长达24小时以上 哪怕你前一天吃的柚子 隔天早晨服药时还是可能中招 因此服降压药期间 应该完全避开柚子 西柚等柑橘类水果 就连橘子、橙子中也含有类似成分 只是不及柚子猛烈 但也要谨慎 有人或许心存侥幸 吃一点点应该没事吧 然而 由于每个人体内酶含量不同 柚子对药效的干扰存在个体差异 有的人一小半柚子就出事 1989年 加拿大药理学家偶然发现了柚子之效应 此后 医学界陆续确认了至少数十种药物 会与柚子产生危险交互作用 其中降血压药首当其冲 医生们总结道 为了安全 凡是服这些药的患者 一律不要吃柚子 换句话说 柚子看似营养丰富 但对降压药患者来说 却是毒药级别的存在 曾有高血压患者因服药后 吃了半颗葡萄柚 结果血压降得太低 晕倒送医 也有人服药期间天天喝柚子汁 导致药效紊乱 血压忽高忽低 最后诱发了严重的心脏病 这些教训值得我们引以为戒 如果记不住哪种水果相克 最简单的原则就是 服药期间不用水果汁送药 服药后尽量别吃柑橘类水果 为了自己的心血管安全 远离美味的柚子吧 二 豆腐乳等高原食物 美味发酵品 血压隐形杀手 中式早餐搭配一小碟豆腐乳或其他烟菜 是不少人的最爱 豆腐乳那咸香的滋味配着白粥 尤其下饭 老人家更是对它情有独钟 有些人还听过民间的说法 认为豆腐乳是大豆发酵制成 可能含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 甚至传言里说什么 降血压太 感觉吃豆腐乳也许对血压有帮助 真是这样吗 非常遗憾 答案恰恰相反 豆腐乳不但不能降血压 反而是高血压患者的大忌之一 首先 豆腐乳含颜极高 是名副其实的高纳炸弹 为了长期保存和风味 豆腐乳制作时 需要大量食盐发酵腌制 您可能不知道 一小块不起眼的豆腐乳里 钠含量动辄就有两三百毫克以上 有的偏大块或重咸口味的豆腐乳 一块就可能含五六百毫克钠 这是个什么概念呢 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成年人 每日钠摄入上限约2300毫克 相当于食盐六克左右 也就是说 吃上四五块豆腐乳 几乎等于把一天的盐都吃光了 而许多高血压患者 除了豆腐乳 还会搭配酱菜 咸鱼 腊肉等其他咸食 三餐饮食 普遍重咸 长期下来 体内钠离子严重超标 导致血管平滑肌受刺激 血管壁水肿变硬 血液变粘稠 血压居高不下 甚至节节攀升 即使服用了酱压药 药物努力想扩张血管 排出水分 降低血压 但你一口接一口 猛吃盐巴 等于和药物唱反调 一脚踩油门 一脚踩刹车 血压整会稳定 最终可能导致心脏负担加重 高压迟迟降不下来 诱发心梗中风的风险 大大增加 更隐蔽的危机在于豆腐乳的发酵成分 发酵过程中会产生一些氨类物质 其中包括烙氨 Tiramine 对一般人而言 这点烙氨无伤大雅 但如果你正在服用某些特殊类型的降压药 例如单氨氧化酶抑制剂类药物 烙氨就成了危险的隐性 因为这类药物会抑制体内分解烙氨的酶 结果摄入的烙氨无法正常代谢 在体内大量续集 烙氨本身会使血管收缩 心跳加快 一旦浓度过高 可引发血压骤然飙升 心率紊乱 严重时导致高血压违向 急剧的高血压升高 伴随剧烈头痛 恶心 可能引起脑出血 心脏病等危急状况 这正是所谓奶酪效应的一种 很多人知道 服用抗抑郁药期间不能吃芝士 却没意识到豆腐乳这类大豆发酵食品 也包含在内 虽然现代常用的酱压药多不是这种机制 但万一您的药物属于此类 如部分老一代酱压药 豆腐乳就极其危险 此外 就算不考虑绕胺 高盐本身就已足够让血压上升 并削弱任何酱压药的疗效 所以不管哪种情况 高血压患者都应该严格控制豆腐乳 烟菜 咸鱼 这类高盐食物的摄入 能不吃就不吃 实在嘴馋也务必潜藏极止 或许有人会问 难道一点都不能吃吗 有些老一辈觉得不吃烟菜就没胃口 但请记住 酱压药并不是万能胶部 可以让你为所欲为 如果我们一边吃药 一边继续高盐饮食 就像在火上浇油 长期高血压迟早造成心脏和血管不可逆的伤害 医生们强调 高血压患者饮食要清淡为主 控盐限降 每人每日盐摄入量不宜超过5克 约1啤酒瓶盖的量 一块小小豆腐乳可能就含1克以上盐 您说能不忌口吗 有案例显示 一位60多岁的老婆 每日早餐必配两块俘虏 结果半年后复查 血压不降反身 医生一问饮食才发现问题 赶紧让他停掉俘虏 老人依依不舍地借了几个月咸菜 后来血压终于控制平稳下来 可见再美味的咸食 也比不上生命安全重要 千万别因一时口腹之欲 而让自己的血压功亏一篑 甚至引发心梗中风 记住吃了酱压药 高盐食物就是雷区 远离为妙 3牛奶及乳制品 药不能乱配的营养饮品 牛奶一直被视为 营养丰富的健康食品 许多人习惯用牛奶送服药物 觉得可以保护胃黏膜 减少药物苦味 一举两得 甚至有高血压患者早上起床 同时喝酱压药和牛奶 认为这样有益健康 然而看似纯净的牛奶 其实也是酱压药的一大绊脚石 医生提醒 不用酱压药时 不宜同时喝牛奶 或紧接着喝牛奶 这是为什么呢 其一 牛奶会干扰药物吸收 当我们用牛奶送服药物时 牛奶在胃里会形成一层薄膜 覆盖在药片和胃黏膜上 这层膜就像给药丸穿上雨衣 使得药物中的有效成分 难以及时释放和渗透到胃肠道 另外牛奶富含的蛋白质和钙质 可能与某些药物结合成不容性复合物 进一步妨碍吸收 结果就是药物的起效时间被推迟 作用强度被削弱 对于需要迅速控制清沉血压的患者 这无疑埋下隐患 想象一下 你按时吃了降压药 本以为血压能降下来 结果因为一杯牛奶 药物迟迟没被身体吸收利用 血压依然居高不下 如果此时你活动劳累或情绪激动 高血压说不定突然发作 更糟的是 有些患者可能见血压没降 又追加药量 导致稍晚药物集中被吸收时 血压猛降 如此大起大落对心血管更是危险 有医院曾收治一名老年高血压患者 因长期用牛奶送服降压药 导致药效不稳 最终在一次情绪激动时 血压飙升 引发了心脏病 可见牛奶裹挟药物 等于无形中让血压控制失去准头 极不利于病情稳定 其二 牛奶本身的成分 可能与降压药起不良化学反应 特别是烙氨这种物质 我们前面提到发酵豆制品里有 其实乳制品中也含有一定量的烙氨 尤其是发酵程度高的奶酪 优酪乳等 普通鲜奶含量较低 但仍有衡量 如果患者服用的降压药会抑制分解烙氨的酶 例如某些老式降压药或抗抑郁药 那么烙氨累积就会带来麻烦 引起交感神经兴奋 导致血压飙升 心跳加快 严重时可能出现高血压违向 甚至脑出血 在重症高血压患者中 就曾有使用优降龄这类药物的人 同时 饮用牛奶后出现血压抖升至危险水平的报告 牛奶看似温和无害 但与特定药物相遇 却可能火上浇油 其三 乳糖等成分还可能加重药物副作用 牛奶含有乳糖 有些人存在乳糖不耐受 饮用后会长鸣腹泻 而有的降压药本身也可能引起肠胃不适 如果服药时又喝牛奶两相叠加 反而更容易出现恶心腹泻等反应 让身体更加虚弱 当然 以上并不是让大家拒绝牛奶 牛奶营养价值很高 高血压患者平时适量喝 对补钙强骨改善心血管健康都有益处 但关键在于服药时间的避开 专家建议服用降血压药时 最好用温开水送服 若想喝牛奶 请提前或延后至少一小时 不要与吃药这件事撞车 这样既能享受牛奶的营养 又不会妨碍药效发挥 简单来说就是 药归药 奶归奶 两者不要同时进度 很多人过去不知道其中门道 把药片丢进牛奶一口吞 现在听完或许恍然大悟 原来自己一直犯了个大错误 赶紧改正还来得及 别等血压失控或心血管出事 才追悔莫及 是 红酒与酒精 降压药的危险搭档 小酌一杯红酒 有益心脏健康 这句话近年来广为流传 不少中老年人习惯晚饭来半杯红酒 认为能活血化淤 放松身心 有些高血压患者也心存侥幸 吃了降压药再少喝点红酒 久住血型 说不定降压效果更好呢 但事实恰恰相反 医生再三强调 服降压药期间 一定要做到低酒不沾 红酒也好 白酒也罢 哪怕一小杯 都可能对心血管造成不良影响 把药和酒混在一起 更是暗藏危机 首先 酒精本身会直接影响血压和心率 饮酒后 酒精使血管扩张 心跳加快 短时间内 血压可能先降低 但随后交感神经兴奋 又会导致血压反弹升高 很多人有经验 喝完酒后脸红心跳 血压忽高忽低 感觉头晕不适 对高血压患者而言 这种波动尤其危险 而如果体内还有降压药 情况更复杂 药物加上酒精的双重作用 可能让血压降得过低 出现严重的低血压反应 头晕 站立不稳 甚至昏厥 也可能干扰肝脏对药物的代谢 降低药效使血压控制失灵 两种走极端的后果 都对心脏极为不利 低血压时心脏供血不足 高血压时心脏负荷过重 心梗 中风的风险都大大增加 其次 酒精会加重降压药的副作用 很多降压药 如α受体组织剂 硝酸子类 扩血管药等 本身服用后 就可能引起知识性低血压 比如突然站起来时头昏眼花 或是让人感到嗜碎疲乏 而酒精有镇静作用 与这些药物相叠加后 会让人更加反应迟钝 头重脚轻 增加摔倒伤害的风险 此外 长期饮酒还会损伤肝脏和心肌 诱发心率不齐 本身就是心梗和高血压的危险因素 可以说 酒精跟降压药是一对 不折不扣的危险搭档 同时作用于身体时的不确定性太高 我们的身体不是实验室 实在经不起药酒香薄的折腾 有一个真实的案例 一位血压控制不错的中年人 在聚会时 边吃降压药 边喝了两杯红酒 当时他自我感觉良好 没想到回家路上 突然觉得胸闷难受 家人发现他脸色惨白 脉搏微弱 赶紧送医 结果诊断是低血压休克 合并心肌缺血 索性抢救及时转为为安 事后医生告诉他 就是药物加酒精 导致了危险的低血压 和心脏攻血不足 如果再晚一点发现 可能心肌梗塞就笃定发生了 这听上去有些骇人 但并非为言耸听 有统计指出 高血压患者酗酒会使中风风险增加近一倍 心肌梗塞等心血管意外的概率也大大提高 即便是号称对心脏有益的红葡萄酒 在医生眼中也不适合用来保健高血压 那些所谓好处仅限于极微量且不服药的人群 对服药的高血压患者来说 哪怕少量饮酒都必大于利 因此为了您的健康 服药期间务必戒酒 想输精活血 可以用运动 热敷等更安全的方式代替 不要寄望于小酒一杯 各位朋友 看完以上介绍是否有些出乎意料 原来在我们日常餐桌上 就潜伏着让酱压药失效 甚至诱发心梗的元凶 柚子 豆腐乳 牛奶 红酒 每一样都可能是您原本认为的健康食品 但对于正在服用酱压药的高血压患者而言 却暗藏杀机 或许你过去从未将自己的饮食习惯 与血压失控联系起来 现在该恍然大悟了 控制血压 光靠药物远远不够 还得管住嘴 避开雷区 当然 除了上述四种 临床上 医生还会提醒高血压患者 注意其他饮食事项 例如少喝含咖啡因的浓茶咖啡 限制高脂高糖食物 以及避免过多含甲食物 对于某些会升高血甲的降压药 因防止高甲 引起心率问题 等等 总的原则是 一旦确诊高血压 并开始服药 就要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药物是用来帮助控制血压的 但如果我们配合不当 反而可能拖药物的后腿 别再让那些你以为的好东西 暗中伤害你的健康了 最后温馨提示 每个人体质情况不同 以上提到的禁忌食物 对血压含药效的影响程度 因人而异 最稳妥的做法是 向你的医生或药师 咨询清楚 自己服用的降压药 有哪些饮食禁忌 牢记在心 一旦需要长期降压治疗 就把健康的生活方式 当成终身功课 来对待均衡饮食 清淡为主 戒烟陷酒 适当运动 按时服药 做好这些 相信你的血压 会更加稳定 远离心肝脑除中的风险 药不能停 知识也不能停 希望今天的深入讲解 能帮助更多人避开误区 真正把血压控制好 记住 守护心血管健康 从餐桌做起 千万别让一口吃出大祸 优优独播剧场